各位法师慈悲 各位学员 各位联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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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换帐 善导道师五步九卷的促捷有一个特色 就是以经解经直接面对佛 他引用的大部分都是经典的 其他菩萨的论 书 几乎没有引用 虽然有菩萨的注解 但是善导大师却不依那个注解 都是依经典上相关的来解释《观无量寿经》 虽然善导大师也有传承 全程至道错大师 道错大师全程至坦卵大师 坦卵大师的敬谱教理 完全依据荣素菩萨的异形品 以及天津菩萨的往生论 虽然有这样的传承 但是善导大师也跨越这个传承 直接面对佛 所以写这一部《观经思帖》书 你看要有与自己带首的来写下来 这是善导大师的特色 例如说要怎么样证明 极乐世界这个医报 极乐世界的境界 它是暴徒 不是凡圣有余徒 或者是凡圣同居徒 或者是这个方便有余徒 也不是视净徒或相净徒 有什么根据呢 它就是根据经典 它所根据的就是三部经 一部就是大圣同圣经 大圣同圣经里面 清楚明白的就有写出 阿弥陀佛是暴佛 暴神佛 极乐世界是暴徒 所以极乐世界也不是视净徒 相净徒 或凡圣同居方便有余徒 同时又举出 无量寿经的四十八大愿 尤其是第十八愿 来证明阿弥陀佛的成佛 以及极乐世界的成就 是根据依据它因地所发的愿 以及因地所累积的行 是仇报它的因地的愿行 所得的土 当然就是暴徒 又举出本经 《观无量寿经》所讲的 当佛来迎接的时候 是报佛跟画佛来迎接 那画佛是报佛所显化出来的 所以阿弥陀佛本身就是报佛 而不是画佛 这是就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 所以阿弥陀佛大师的这个解释 都是用经典 用经典 不像其他的所隐居的是菩萨的论 那菩萨的论当然也是解释经的 只是如果引用错误 解释错误 那么整个就错误了 我们再看《观经兔释》 是不是刚要 也是第三页 一开始就说 《观经》的主题很齐透 令一般圣道们诸宗师难以理解 《观经》的主题是什么呢 《观经》的主题就是以现代化来讲 就是这个宫廷政变 宫廷的政变 也就是当年释迦牟尼佛 在社会省七泽窟山 就灵修山宣讲法法经的那个时候 在这个都城里面 皇宫当中就发生政变 什么政变呢 本来国王就是平颇索罗罗 那国太夫人就是维提西太夫人 那他的皇太子就是阿舍士 阿舍士 创位 什么创位呢 就是受这个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帝 受提婆达多的这个说始而创位 把他 阿舍士太子把他的父王 平颇索罗的王 就禁闭在大牢里面 大牢里面 而且呢 令令 不可以有人来接近 那再怎么样令令不可以有人接近 可是他的母亲 是他父亲的太太 所以 唯有他的母亲可以接近 那他的母亲爱他的父王 而且也很悲痛 居然亲生的儿子为了霸占王位 要把他的父亲活活的饿死 这一种也是大逆不道 而且这个骨肉之间 发生这一种天伦悲剧 你看做父母的是多么的痛苦 那么这个国泰夫人 他可以自由的到大牢 去看平颇索罗网 每次去看的时候 就先把身体洗干净 然后把那个能够吃的东西 就舒操把他涂在身上 到大牢的时候呢 就把身上这一些可吃的这一些 舒操就变粉做的 而且是很有营养的 就剥下来 给平颇索罗网吃 那又加上平颇索罗网 所以国王本来也是佛教徒 人在最困苦的时候 一定会求一个可以依靠的 一般民间来讲就求神问谱 那么对这个国王来讲 他就是向着灵修山 咬向灵修山 祈求佛陀的家批 那佛陀就派这个 派他的这个弟子 来到大牢里面 或这个国王受八观灾戒 跟这个国王说这个 因缘果报的这个道理 让这个国王即使生在牢房里面 但是心却不忧苦 因此又有得吃 又能够文法 所以身体不但没有消瘦 反而脸色很红润 精神很愉悦 那么阿舌寺有一天就问说 我的父亲怎么样了 那个管理大佬的人就说 你的父亲越来越红润了 怎么越来越红润 这几天难道还没饿死啊 他说因为国大夫人给老黄很营养的东西 又加上佛陀的弟子从空而来 为老黄说法 所以老黄现在越来气色越好 那这个阿舌寺王一听就非常的愤怒 就骂这个佛陀的弟子 就妖魔鬼怪 然后骂他的母亲是个贼 所以就要拿剑杀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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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也把他的母亲关起来了 那做母亲的 受这一种儿子的大逆不到的对待 是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悲痛的 所以他也向灵鹫山顶礼摸拜请佛陀也一样派弟子来跟他说法 宽慰他痛苦之心 当佛顶礼下去上来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佛陀还有阿兰穆尖连已经在他的面前了 因为人起心动恋都有一个恋力 他这个恋力针对谁 这个恋力就立刻到谁那个地方去 他所恋的是佛 那佛有神通啊 所以释迦牟牛就知道了 所以立刻就把他的愿 那么没想到 这个威提西夫人没想到 佛陀会这么快 而且亲自来到他的面前 他一看就更加的感动 而且更加的伤心 这个是忍之常情 当我们在困难的境界当中 突然间看到一个亲人来 就有一个抒发的这个管道 突然间情绪起来就大哭一场 类似这样 所以威提西夫人呢 一看到佛陀更加的悲 悲心涌上头 立刻把他身上的阴落扯开 丢在地面上 一心的祈求 就是说 在这个沙婆世界 是贪嗔痴 充满 这个地狱恶鬼 充满 充满 人性的这个 充满 充满 人性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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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 人性的这个 人性的这个 生身吃 这一些 拙恶 不善 痛苦的境界 他就像佛陀这样的流露 当然 已流露他的很深的情绪 很深的情绪 这个很深的情绪是怎么样呢 这个必须要引用经文 大家请欢开散打到全集103页 散打到全集103页 这个经文 经文是说 就是这一段 那么了解他们这个因缘果报的人 就晓得 维提西在这个地方 在向火抱怨 向火抱怨 为什么呢 维提西会生下这个阿舌士王 他的因缘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 彭博搜罗网跟维提西夫人结婚好多年了 都不能生孩子 那他就问这个国师 怎么没能怀孕呢 这个国师一占卜之下 就跟他说 在某某山中有一个修行人 他将来的福报 就是会投胎在皇宫当你的儿子将来继承晚位 因为他的修行所以有这一种福报 但是呢 他的寿命还没有到 还要再三年 所以 你们要回孕 大概还要等到三年 那这个 彭博搜罗网 心就很急了 想 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 再等三年 那等到儿子长大的时候 我已经非常老了 巴不得赶快 希望那个修行人 赶快受命禁 赶快来 做他的这个儿子 所以呢 他就派这个将军 到山上去 跟对方讲 希望他赶快舍受 如果不然的话 就把他杀掉 反正 再怎么样 他的果报 就是要当我儿子的啊 所以就派将军去了 可是那个修行人呢 心有不甘 认为我寿命还没有到 你就要断我的寿命 这样的话 我即使当你的儿子 我将来也会 约约相报的 可是呢 结果他还是被将军所杀 在死之前 他就有了这个要报 付的这个心 结果呢 果然 这个威力西夫人就怀孕了 怀孕 要生产之前 又请教这个国师 国师占卜之下 就说 哎呀 这个孩子 将来对国网 拟有防害 会杀害 国网 害国网的 那么 平坡师王一听 那还了得 那怎么办呢 所以想来想去 就想一个计谋 就是说 让这个威力西夫人 国大夫人 在生产的时候呢 在这个楼上生产 然后让孩子掉下来 让孩子就这样呢 腰蚱 免得他将来长大 会杀害他 可是呢 对方就是有这个福报啊 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 并没有摔死 只是伤到了一个手指头 所以 也叫做 折子太子 那么 这一段典故 是没有人知道的 那没有人知道 这个提婆达多 他有神通啊 他知道这个 这个宿命 那么这个提婆达多 他为了 为了跟佛陀争夺 领导 生众 那佛陀晓得 对方 还没有断除烦恼 也不够格 来领导 生众的 所以就没有答应 导致提婆达多 还愿在心 就去搜索 阿舍寺王 说 你来做 做新的国王 那我呢 你来拥护我 让我做新的佛陀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呢 宗教界的领导人 跟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同时换两位新的领导人 岂不是很好的一桩事情啊 那本来阿舍寺王 他晓得这样做 是不可以的 大逆 那阿舍寺王 是不可以的 也不受这个允许的 可是呢 平伯达多 就把他的过去世 这一些因果 跟他讲 他说 你父母啊 是不爱你的 你看看你的手指头 你为什么手指头会这样 就是因为生产的时候 从楼上让它掉下来 就是不喜欢你 就要杀掉你的 讲这一些过去的宿命 那阿舍寺王一听啊 以前的那一种愿心 就浮上来了 所以会有宫廷正变是这个原因 那么现在 维提西夫人 他不是不晓得这个因果 他晓得啊 可是他还在这里不承认 他说我恕何罪 哎呀 我夜战身啊 我以前造了什么样的虐啊 才会受我儿子这么虐待啊 生意失败啊 身体不健康啊 人是不美满啊 好不公平啊 人家都那么好 佛陀说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未来果 今生作者是 所以一个学佛的人 一方面也很认命 如果 他不认命的话 那么等于否定佛陀所说的因果啦 这一辈子我们所接受的 成败得失苦肉佛虎 都是跟前辈子有百分之百的关系啊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抱怨 反而要以忏悔的心 所以随远消就业 更莫造新疆 忏悔 念佛 消这个罪业 不要去造这个 新的 这个罪过 那么 唯提西乌人 他反而在这里 向佛陀抱怨 我是什么业障啊 怎么罪啊 才会生下这样的儿子啊 他如果没有前辈 没有以前那个因 就不会有现在的这个果啦 同时呢 也把这一种 这一种 不好的结果 推给佛陀 怎样推给佛陀呢 你看佛陀 这就是你的弟弟 提婆达多 就是因为他 如果没有他 我的儿子是很孝顺的 你看佛陀佛陀 你居然有这样的弟弟 你这样的弟弟 责任都在佛陀你身上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一种牢骚 人在不平不安的时候 什么不合理到 都会流露出来 那其实这个也是 我们凡夫的本性 对不对 所以 观经 所讲的唯提西夫人 是在讲 所有的凡夫 无量寿经 是在讲 阿弥陀佛的愿 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法 那么观经 主要在讲 阿弥陀佛救度的 对姬 根基 姬是什么样的众生啊 就是类似 为提西夫人 这样的根基 尤其是 类似 下品上生 下品中生 下品下生 那样的根基 这样的 在讲 罪恶 灼恶 不善 被怀恼 贼 所害的众生 就是 阿弥陀佛所要救度的 对象 也就是 是 释迦牟尼佛 假借这个 机缘 来开展 观无量寿经 这一部经 的这个 目的 所以这一部经 的目的 是在讲 阿弥陀佛所要救度的根基 是怎样的 根基啊 这个观经的起因啊 也是因为 释迦牟尼佛看 机缘已经到了 宣讲 迷陀救度的大法 妙法 已经来了 可以 这个 唱 唱佛的本怀 佛 出现在目的 的 根本目的 可以 唱所欲言 开怀 唱大的 把它 流露出来的 这个 机缘 时候 已经到了 所以 当 威提西夫人 请求佛陀 说 他 要到 一个 眼 看不到 恶人 闻不到 恶生 环境 环境 地狱 惡鬼 畜生 这一些 不善境界的 环境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 那个时候呢 就很欢喜 很满足的 就微笑的 微笑的 然后呢 白毛 就放光 这个光明呢 照变整个虚空法界 照变整个虚空法界之后呢 就把这几个虚空 整个虚空法界 还有他的光明 连结在他的头顶上 成一个宝台 这个宝台当中 把 这个十方法界 所有的净土 显现出来给 威提西夫人看 让威提西夫人选择 威提西啊 你认为那种地方 是哪个地方呢 你选择看看吧 哪个地方 合乎你的愿望啊 那在当中 释迦牟尼佛 就以他的 佛的心 佛心 佛的悲愿 来加持这个威提西夫人 所谓 明起其心 以争善恋 暗暗之中 来启发他的智慧 去选择 选择最好的 又最容易的 所以呢 那个时候 威提西夫人看啊 看啊看啊看啊 最后就说了 哎呀佛陀啊 虽然这十方世界啊 都清净庄严 而且有光明啊 可是呢 我最属于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那个地方 那希望佛陀 你教导我 教导我 教导我 这个思维 教导我 来观想这个极乐世界 好让我将来能够到这样的极乐世界 那个地方 就是这个 官无量寿经的这个起因 发起戏 发起了这个 因缘 所以呢 那么那个时候呢 释迦摩尼佛呢 就很高兴了 为什么呢 我提起夫人这样的请求 正是他一直呢 怀在心中所要宣讲的法 机缘已经到了 所以呢 释迦摩尼佛就说 我现在要宣讲啊 这个 被 环老贼所害的这个众生 的清净的法 意思就是说 他要讲一个 能够消除 被烦恼贼 所害的众生的这个罪业 这个就是释迦摩尼佛 随后宣讲的法 那么那个时候呢 威提西夫人呢 也为众生来祈求 什么为众生祈求呢 他就说 哎呀佛陀啊 我现在啊 很有福报啊 因为佛陀的关系 能够看到极乐世界 看到这个阿弥陀佛 看到这个阿弥陀佛 可是如果佛灭了之后 未来的众生 着恶不善 无苦所逼 这样的众生 怎么样能够看到极乐世界呢 怎么样能够生到这样的极乐世界呢 所以等于 这个《观如亮寿经》 这个《观如亮寿经》 就是呢 赵阿弥陀佛陀珍 茜阿弥陀佛陣 além轻的inos 污染 污染就是惡 所以這個五濁 這個惡事 這個無苦所逼 五濁不善 濁惡不善 五濁 濁本身就是惡 惡就是不善 無苦所逼 我們都曉得有四苦有八苦 生老病死 愛別離怨真會求不得五濁赤聖 那把它歸納起來 就是五個苦生老病死 愛別離苦 開展出來就八個苦 再開展就無量的苦 所以這一些經文 都是在指我們現在末法時代 這個五濁二世 娑婆世界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娑婆世界 釋迦牟尼佛就是說 這個娑婆世界就五濁惡事 五種濁 五種濁 五種污染 而且是不善的 所以呢 等於背後說明 我們沙婆世界的眾生 是怎樣的人啊 不是惡人 惡人 都五濁不善的 濁惡不善的 惡人 那現在這一部觀經 是要以凡夫為本的 而不是以聖人為本的 同時呢 所謂凡夫 就是指經文當中所講的 濁惡不善 無苦所逼 我們貪生是煩惱啊 我們苦得不得了啊 大家不感覺很苦嗎 病也苦 老也苦 老病 這個香籤 很苦的 尤其是死了 苗苗苗茫茫 不曉得到哪裡 也是苦 那麼愛別裡 怨真會求不得 這些都是苦 尤其是莫名其妙的煩惱 想要不是 不起雜想妄念 雜想妄念偏偏生奇 想要清靜其心 心卻不能夠清靜 這苦不苦啊 苦啊 那當然 我們人道 是苦樂昌伴 真正的苦啊 就三二道 尤其是第一道之苦 第一道之苦 那是不能講的 講第一 哎呀第一很苦啊很苦啊 顯示還很快樂 真的很苦的話 連一個苦的念頭都 產生不起來 它本身從內到外 就是一個苦受 連講都講不出來的 那其實六道都是苦嘛 六道苦海 苦海無邊 三界三界是火仔被火燃燒 即使生在天上了 好不容易 五界圓滿 十善 清靜 到了天上了 可是天獸一盡 還要墮落到惡鬼 地獄出生 就是要墮落到的 人道很難 雖然 得到的犯天 會飛翔會飛翔天 受命八萬四千大節 可是命中还是痘痘三二道 所以人生六道没有不苦的 所以经文上所讲的 灼恶不善无苦所逼 不只是我们人世间 天上也是一样 天上现在很快乐 可是天寿一到的时候 它比我们死还要痛苦上百千万倍 我们死的时候不晓得到哪里去 但是天人本来就有神通 它晓得它是要断命要到哪里了 它要当猪 当鸡鸭 或者当恶鬼 当地狱 它都知道 那不知道还好 那一知道的话 它这是要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三界六道 都是灼恶不善 都是无苦所逼 那么释迦摩尼佛就说了 说为体 如是凡夫心想累劣 所以呢 整部观无量寿经 是佛陀 为灼恶不善无苦所逼 心想累劣的罪恶凡夫 所开展的 那我为什么首先要讲这一段呢 这个也就是散导大师所要显明的 为什么呢 以前的人 散导大师以前的 就是散导大师的慧远大师之类的 都认为为体系是大圣人 那么九品的往生找也是圣找 那散导大师一看就说完了 完了 那这样呢 凡夫没有份了 那凡夫永远都在沉沦了 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散导大师才要写这一部 观经诗帖书 观经的主题很齐套 另一般圣道满族宗师 另一般圣道满族宗师 难以理解啊 这个圣道满族宗师 也有必要预先呢 先来大家呢 了解一下 有给大家一张表格 表格的名称 叫做圣静然意 自他振扎图表 这样的图表 这样的内容 如果不是专门研究 净土法门 某一种程度的话 是编写不出来的 甚至呢 如果没有经过佛学院 或者是没有开过 净土班的课程的话 也不了解 这一些维系的 相关的 这个教理 首先 第一个表格 初三界 初三界 是佛法的目标 佛法 佛法 为了什么 为了让众生 初三界的佛宅 离 六道的苦海 甚至 让每一位众生 都快速成佛 那么初三界 在方法上 有两个 两个方法 首先右边就圣道门 左边就净土门 圣道门净土门 一般随伏的人 是不了解的 认为佛法 就是圣道 都是大圣释迦摩尼佛 所讲的法 所以任何的法 都是圣道门 哪有什么圣道门 跟净土门的差别 难道净土中的教理 三经一论 不是释迦摩尼佛所讲的吗 不是都是圣道吗 都会认为那样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刚刚讲到 这个几个大师 对观无量寿经 错误的解释 对极乐世界 一正二报 错误的解释 像 类似这样的历史典故 一般水佛的人 是不知道的 如果不是在佛学院里面 接受净土法门的课程 就不了解 不了解 因为如果有开净土班的话 就会把这个中国历史上 净土教理的传播构成 就会讲出来 就会学习到 那学习到的话就会了解 那么如果不是在佛学院上课 没有接触到这样的资料的话 当然就不知道了 所以一般连友都不晓得 有什么净土门 圣道门 或者是南行道 一行道自立他立的 大部分都不了解 甚至佛学院出身的也不了解 因为佛学院他们如果没有开 这个跟净土相关课程的话 当然不了解这一些过程 现在我们来看圣道门 这一列 圣道门就是南行道 就是自立 就是事述出 就是通土的法门 他必须修山学 断山读 他就事项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就功德来讲又是建教 群甲之教 批语为是步行 形容为是苦 结果还是轮回 还是轮回 这里所讲的下跺 就下跺三二道 那我们不要疑惑说 这个修行人怎么会堕落 都会堕落 除非离开三界六道轮回 不然的话就会堕落 为什么呢 还在轮回里面 还在轮回里面就有可能 从人出生到天 从天下跺到 第一二鬼出生 第一二鬼出生的夜 又进了 又出生为人 然后呢 又到阿修罗啦 或天界各个天啦 或者到这个 出生到二鬼到第一道啦 那其实 所谓一时人生万解难乎 一旦下跺三土的话 要再生而为人 那是 非常非常的困难 非常非常的遥远 那这里所讲的圣道门 跟净土门 是谁所判的呢 就是道错大师 在安乐己所判的 那他判这个圣道门 净土门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谭伦道师往生论注 谭伦道师把 把释迦摩尼佛一辈子所讲的法门 分叛为 分别为这个自立的法门跟他立的法门 这个是属于判教的范围啦 所以判教就是将释迦摩尼佛一生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 把它呢 分析 归纳 然后归纳为两门 那么这个不是道错大师跟谭伦道师他们自己创的 他们是根据荣述菩萨 荣述菩萨是把释迦摩尼佛一生所讲的法 分叛为蓝行道跟异行道 那么什么是蓝行道呢 所有的法门都是蓝行道 什么是异行道呢 是除了净土法门 尤其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救度的练佛法门 是异行道之外其他任何的法门都是蓝行道 蓝行道 所以经过呢 谭伦大师又加以推演成为蓝行道就是自立 异行道就是他立 自立就是靠自己的修行 靠自己的修行 下面有说修山学 就是修界定会断三堵 来断我们自己的贪嗔痴 那么如果是净土门的话 所谓他立是单持阿弥陀佛的根本愿力 阿弥陀佛的佛力 佛力 阿弥陀佛的愿力 阿弥陀佛的功德力 所以下面就说 是恋弥陀生净土 那么这两个门呢 现代的人就说是述出 蓝行道 圣道门自立是述出 那么净土门一行道他立是恒超 那么印光大师也说 这个圣道难行自立述出的法门 叫做通土法门 就只一般的 那么这个净土一行道他立恒超的法门 是特别法门 是释迦牟尼佛特别为十方众生 开展出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法门的 所以叫做特别法门 那么这个特别法门呢 他不是修界定会来断谈臣词的 他是只要念那么阿弥陀佛 而愿生迷陀净土 这样的话呢 两个比较 圣道门四揽弓箭 就事修来讲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呢 要修界定会 容易吗 断谈臣词容易吗 那不容易的 五界谁有清静呢 没有清静的 这个弘一大师 他是近代律宗的祖师 当他详细了解 四分比丘 比丘律之后呢 他就说 我是 我是沙明 沙明 不是比丘 他比丘就守不好 只能退守沙明 那如果是偶异大师的话呢 偶异大师 他对 律葬 佛法三藏 有佛藏 还有 论藏 还有 律藏 这叫三藏 对于律藏 有关 戒律方面的藏经 偶一大师看了三遍 看了三遍呢 他就退守三规 他自觉 不够资格 称为比丘 还有 不够资格 称为沙明 只能算是一个三规的出家人 这个就显示什么呢 显示靠自己的力量 来修戒 入定 开发 佛的智慧 不容易的 以这个慈戒 修定要来断自己的贪嗔痴 是困难的 所以叫做 释然 弓箭 这一辈子没有完成 那就等待下辈子吧 下辈子没有完成 等待下下辈子吧 可是谁敢保证 他生生世世 都能够生而为人 而且能够遇到佛法 能够进入佛本修行 这个是希望渺茫的 所以 龙世菩萨说 这个法门 叫做步行 靠自己的双腿走路 他本身是苦行的 痛苦的 而且没有超脱的话 就有下痘的可能 因为继续轮回 那如果是净土法门 因为他不是靠这个 戒定慧来断贪嗔痴的 他有没有戒 也没有定 有没有慧 这个 无关紧要 环绕有没有断除 也无关紧要 在于他有没有恋佛 那么恋佛本身也很容易 所以叫做示意 攻顿 也就是说 你只要恋佛的话 今生今世 必定往生极肉世界 那极肉世界 不但是 没有六道轮回的 而且是佛的境界 你不进去变霸 一进去 就跟佛一样的 无量光 无量寿 所以龙树菩萨 形容这个法门 叫做成喘的法门 念佛的进度法门 叫做成喘 它本身是乐 那龙树菩萨在这里 用乐来形容显示 坐在船上 完全靠船的力量 不用走路 那这样轻不轻松啊 轻松 所以没有危险 所以是安乐的 同时呢 他呢 将来是往生极肉世界的 所以是往生 那往生极肉世界的结果呢 是成佛的 所以这个圣道净土 燃省异省 资力他力 述出恒超通土特别 这个把它呢 摆在一起 互相比较的话 这样优劣就呈现出来了 所以这个表格的好处 也就在这里 因为与时间的关系 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 拉摩阿弥陀佛 拉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